今天是11月29日星期五 帮港出声即日快题和大家看看 现在成为特朗普头号心腹的马斯克 竟然公开点名四名美国官员 说他们是永元 其中包括佩洛西的侄女 一场美国拳斗大戏可能即将开幕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但后任美国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 他还没上班好火 日前他在旗下的社交平台X 转发两篇来自一个致富的贴文 公开披露四名从事气候政策和监管工作的联邦雇员的姓名 职位和薪酬水平等资料 马斯克在其中一篇贴文 他说我认为纳税人不应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平庸的气候多样化总监 而买单 他特别关注佩洛西的侄女Alessis Pellos 他指出美国纳税人不应向佩洛西的侄女支付181648美元 让他担任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气候顾问 马斯克还抱怨说 这么多假工作 每篇贴文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浏览量 在网上掀起广泛的讨论 从马斯克的贴文来看 他首先针对的几乎都是美国的气候官员 那是否可以肯定了 特朗普上下后将会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体 如果真的这样做 无疑是背叛了国际社会 拖慢了全球减排的步伐 但都等同将机会让给中国 如今中国在可作生能源上的资源投入 是全世界最多 完全有能力取代美国 再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龙头地位 如果从政治角度去看 马斯克磨刀霍霍 甚至有意向民主党的权贵阶层动刀 预料他上任后 一场美国官场大清洗应该难以避免 有媒体统计发现 特朗普竞选期间 曾经百多次发出威胁 他说从上政权之后会调查政治对手 包括委任特别的检察官 追查总统拜登家族是否涉及贪腐 还会以边境政策不当为由 起诉副总统 何锦麗 甚至扬言要军事法庭去审判前总统奥巴马 如果他真的一说到做到 民主党的新旧班子 将有机会被一祸属 而总统特朗普刀手的马斯克 如今揮刀指向佩洛西侄女 可能只是权斗大餐的其中一碟 小小的前赛 不过特朗普并不傻 他用马斯克做势子手 如果斩掉很多人的利益 引发了中路之后 他就有理由把马斯克打入懒工 假如效果不错 还得到美国多数人的支持 公共是特朗普自己的 特朗普还未上任 预告已经很精彩 这一场大戏值得花生有期待